台湾又失去了一位原住民传统编织的文化国宝 浊西乡伦山部落的施菊花 这个月19号并逝享年90岁 生前他对于布农族男子传统服饰编织保存传承的贡献卓越 原住民族委员会29号的殡葬名刹当中也特别追班了 原住民族三等专业奖章以为表彰 家属代表接受 本月19号并逝的伦山布农族之娘施菊花 莫逊纳版的佳吉现场 难兴亲族后辈特别穿上布农族传统服饰 个个怀念也相当不舍 为卓西乡伦山村布农族人的施菊花 莫逊纳版生前对于布农族男子传统服饰编织的保存传承 贡献卓越 2011年经华立县政府认定该项传统公益类文化资产 布农族男子传统服饰编织保存者 隔年2012年在获得圆明会颁证第三届原住民族公益新传奖 施菊花阿曼这位长者已经把他的编织文化传承了很多的人 当时我们在布农族的沙漠里面 是不能把布农族的这种记忆传承传给外族 那因为当时我们的文化局这里鼓励我们能够让他补给化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招生的就是阿曼族的学生 乡长同时也是一顾试菊花亲属的天归花 钦佩他对布农族编织法的保存与传承 谨守布农族沙漠传统禁忌严谨且极为低调 晚年打破沙漠禁忌 编织既传外族发扬布农族传统编织文化 面对文化国宝的陨落 文化部温资局局长陈济明带领主管员工前来致议 同时也追证表扬 对于已故试菊花这位重要的文化资产词士 袁明贵也震惊不舍 特别追班原著民族三等专业奖章 肯定他在传统布农族编织文化上的主约贡献 亲属戴维寿领 布农族的文化的一个男子 一个支部的传承者 他也是一个自己愿意开班受土 把这个技术秘密切地传给愿意学习的人 他也是一个开拓 也是一个传承 也是一个在那里保护我们自己文化资产的人之一 施菊花一生致力于布农族编织的保存与传承 让这项珍贵的原著民族文化资产得以永续流传 记者是玉兰卓西采访报道